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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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大家好我是Tekris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藍牙耳機 那之前我都要跟大家介紹一些CP值很高 相對低價的藍牙耳機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比較高端的藍牙耳機 但是也是CP值爆表的一款藍牙耳機 就是這款史上功能最全面的 UNI藍牙耳機 那為什麼會說它是史上功能最全面呢 就是因為它這款藍牙耳機 還有充電盒都幾乎支援了所有高端耳機才有的功能 譬如說這個充電盒有支援無線充電 然後耳機有支援APTX 還有IPX7的防水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這款耳機表現怎麼樣吧 打開盒裝的話首先可以看到它的收納帶 還有附贈兩個不同大小的耳塞可以做更換 所以你拿到這款耳機可以拿到大中小三個耳塞 打開收納帶之後就可以看到UNI藍牙耳機的充電盒 這次我拿到的版本是灰色的版本 最後裡面還有附一個Micro USB的充電線 那我拿到這款耳機的第一印象其實就是它的質感非常好 它的外表有做一個霧面的類似像金屬的處理 這個充電盒拿在手上還有一點份量 是我測試過很多藍牙耳機裡面充電盒比較重的 但是它代表它的電量也很夠 它這個充電盒電量有3500mAh 整體外觀都是用霧面的處理 類似像金屬的感覺 那這樣子的設計其實就是可以防止指紋的沾黏 或者是一些髒污留在上面 那我覺得這種設計算是非常不錯的 充電盒後方還有一個Micro USB的充電口 還有一個USB-A的輸出口 所以它也可以當行動電源使用 可以幫你的手機充電 那現在很多市面上的藍牙耳機幾乎都有這個功能 這種設計就是符合現在主流的藍牙耳機的設計 這款UNI藍牙耳機總共有四個顏色 有基本的黑色還有比較高調的紅色 那還有水藍色跟灰色 那我手上的版本是灰色的 那接下來是它的規格 這款藍牙耳機的藍牙是5.0的 然後有支援APTX 防水等級是IPX7 它耳機的單體是採用石墨烯的材質 那基本上它的操作方式都是靠觸控 就是去觸控耳機你就可以更換上一手下一手 或是叫預音助理 所有主流的藍牙耳機都是這樣操作的 它的防水等級也來到了IPX7 那它官方又釋出了一個影片 是它直接拆掉所有的外殼 只拿這個零組件去泡水 那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那我自己實際測試丟到水箱裡面 5、6次 那它也是都是沒有出問題 是完全符合它官方所說明的IPX7 因為有APTX的關係 它的影片的延遲就非常的低 那我自己實際看影片或玩遊戲 它的延遲的確是很少 就是只有0.1、0.2秒 那這算是非常高端的耳機才有的功能 耳機本身本體的電量可以持續使用12個小時 那如果再加上充電盒的話 可以連續使用360個小時 那這個充電盒的續航能力 是我目前拿到的藍牙耳機裡面是最長的 最久的 這也跟它的重量有點關係 因為它的這個充電盒的重量 比我現在所有測試過的藍牙耳機都還要重 不過電量多也好啦 就等於把 就是這顆小小小 它就是我的行動電源 重點是這個充電盒還是有支援無線充電盒 所以你也不用去 撥開這個東西特別去充電 然後放在無線充電板上面就好了 那再來就是聲音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這款耳機的高音非常清晰乾淨 它的中音也很突出 所以它人聲的方面我覺得很乾淨 它的Bass不強 但是算是剛剛好類型的 算是蠻有彈性的低音 然後整體的聽音樂的感覺 它的分離度很好 高音很清楚但是沒有齒音 所以我覺得聽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由於它是入耳式的 所以它其實設計也非常小巧 非常符合耳廓 所以它的隔音效果也很好 這款耳機也有高通大廠的通話降噪技術 那我這邊就直接實際測試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收音都是由 這款耳機去收音的 那我就直接戴上 然後大家可以聽看看聲音的通話品質怎麼樣 好那我現在就戴在我耳朵的位置去做收音 這款耳機即將會透過台灣的募資平台 Fryden B去做發表 那到時候就可以以優惠價 或者是以搶先價去體驗這款耳機 相關資訊我會放在資訊欄 因為它的募資價目前是3250 那它的原本的定價是5290 那會優惠非常多 三千塊你就可以買到一款 有APTS 然後有通話降噪的耳機 還有IPXC防水 有支援無線充電的充電盒 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資訊欄上面參考 我會放上相關的連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你想看到我更多的開箱 或者是評測影片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那我是Tel Chris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